大家好我是远望 一个励志于旅居全国的00后 这期视频呢 跟大家讲一讲 在板纳旅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到底有没有网上所说的那么享受 从这个月的月初到现在 基本上也来了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跟大家讲几个目前给我最直观的体验感 首先就是气候 板纳的气候到底舒不舒服呢 答案是肯定的 别看天气一暴 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 但是这地方到了晚上 还是很凉快的 云南大多数的城市啊 其实都是这样的 早晚温差比较大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早晚温差比较大的地方 因为早上呢足够暖和 到了晚上又能睡一个非常舒服的觉 不至于晚上热醒 现在呢是9月份 晚上就算是不开空调 其实也是比较舒服的 第二点呢就是房价 板纳呢我19年的时候是来过的 那个时间段租房价格很便宜 一个开一家租半年就是八九百块钱 但是现在价格都已经翻番了 虽说翻番了啊 但是还是要比三亚便宜很多 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 我就觉得板纳呢 特别适合那些对于温度有要求的中产阶级 在这里住半年 每个月两三千块钱 在这里住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第三点就是人文啊 当地人还是不排外的 给人的感觉也很舒服 沟通交流起来也没什么障碍 人文风俗也很有趣 都是属于那种东南亚风格的那种 怕你是来这旅游的 我都觉得值得一来 说完这些呢 跟大家泼点冷水啊 第一点就是城市很脏 现在板纳呢 在大力的发展建设 所以你就经常能看到路上有非常多的渣土车 可以说是给这路上整的暴土扬长的 其实这个呢 就需要给人点时间 当人家发展完全和成熟了的时候 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不存在了 第二点就是蚊子 板纳这边的蚊子的确是多 你们看着我这大腿了吗 咬的全是包 再有就是登革热的问题啊 我在这挨咬了一个月 也没有感受到头疼脑热什么的 所以可能也是我免疫力比较强的原因吧 视频的最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板纳目前涉及的业务啊 租房买房 还有一些旅游 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后台私信我